分開以後就是分開 那希望大家還可以維持好的朋友的關係 所以說你分手以後 你們還是好朋友 盡量 當然我們口述上 當然是說大家都是好朋友 可是不一定會聯絡 我們那個是小時候的算晚伴吧 我覺得那不能算是男女朋友 因為也沒有做歌也沒有什麼 多小 沒有很久 我要唱歌 我唱歌 我要唱歌 我唱起來 你是誰 我唱起來了 她常常用很多女孩子的名字作為歌名 哦 對吧 老外如果分手是不是比較乾脆 對 這個我們要講 老外分手就說 OK 好吧 不適合 OK bye 還是可以做朋友 很正常 而且下次碰到還是會 嗨 你好嗎這樣 所以現在我覺得 國內的女性們要學一學這種人 既然不合就bye了 少來 國內的男性們 國內的男性們 國內的男性們OK 對 她們會哭啊幹嘛搭給你媽 搭給你姊妹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好怕這種台灣男生 會 我真的很怕盧 因為她們不是愛盧 她們想贏 她們要贏 Jodo 她們會這種行為是不是她覺得被你們甩掉 不管甩不甩 女生我們有自知之明 OK 不適合就不要再浪費彼此的時間了 沒有什麼好拖拖拉拉的 然後把你姊妹打一輪 姊妹都很恐怖 就不知道跟你回什麼 看我都很乾脆 不適合就OK 就大家好去好善 沒有必要要脫 你們會很厭倦 就是很討厭男孩子哭嗎 會 超愤 尤其是坐在你面前哭 她那種哭的那種 我真的哭 你不想說 我這個時候我是不是要擠出幾滴眼淚 這樣子表示我是有點人性的 你根本不可能 不要再哭了 小康上次上什麼節目啊 小康 上次上什麼節目 時光一去永不回 結束對不對 OK 我補充一下 偶爾的真心流露是OK的 可是很瘋狂 就是為了要嚇你 然後用她的情緒來壓榨你 那是不對的 那我不會了 而且她會打給你 跟打給你姐妹 都是用哭腔講話 那我不會了 就是我很可憐 我很可憐我把那種 咬著我 對 相信我們的愛情 你怎麼了 沒有 沒事 我OK的 就很討厭 你知道嗎 不要再演了 不要再演了 我聽你會演 告訴你的姐妹說 我已經她跟她結婚了 然後她還這樣 就是會跟人家哭訴 這是最糟糕的男孩子 受不了 你們在家都拜武則天嗎 對 外國男人分手都沒有哭過嗎 很少耶 很開心 你不是開心 就是我們都會很理智 就是講清楚 OK 對 不太遲好 你有沒有遇過不理智的外國男孩子 不可能每一個都講 OK 再見 比較少聽 對啊 吵架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會不理智 國外也有情殺 是不是這樣 當然有 當然有 只是說一般男孩子來說 但是你們都不會講說 哇 你跟我閃車這麼乾脆 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經變新了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閃了就閃了 何必想這個 台灣人會這樣想 我跟你講我小的時候 比較小的時候 我會去想這些 後來發現 OK 感情就是有緣分就在一起 沒有緣分就不要了 不要去過問說 這個人為什麼 或是猜測太多 因為沒有必要 你們的前男友 現在會不會對你們造成困擾 好啦 那就講我啦 因為就直接在講我 沒關係 我很大方 人家也是很有緣分 我沒有 我們完全不同的狀況 你們的男友曾經是我們 還是誰 你是哪一個演藝圈的 你是日本的嗎 對啊 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了 我發誓 來 我們先請他講 你先講 你有沒有覺得會有這些困擾 對 因為我是覺得他的狀況比較 明顯 我當然會很明顯 印象會很深刻 因為是有一首歌 對 很好聽 分開了 分開以後就是分開 那希望大家還可以維持 好的朋友的關係 所以說你分手以後 你們還是好朋友 盡量 當然我們 口述上當然是說 大家都是好朋友 可是不一定會聯絡 我們那個是小時候的 算玩伴吧 我覺得那不能算是男女朋友 因為也沒有做歌 也沒有什麼 那 多小 你也很久了 我要在家 做歌 我要在家 妳是誰 她常常用很多女孩子的名字 作為歌名 對吧 如果我們回去 說到這個我也有經驗 你什麼經驗 我以前有一個女朋友 不是後來嫁給了這個作曲 誰啊 對啊 每次升歌 一唱這首歌的時候 可以讓美麗的Rebecca 忘掉憂愁 你會新的婦 如果說 你的男朋友很有名 那當每一次在很多場合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以男朋友為之 你們會生氣嗎 不會啊 真的不會 男朋友會不會覺得 我男朋友不錯 大家聊 大家都聊他是誰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當然會以我男朋友 如果男朋友很有名 或他在他的領域的時候 當然會很驕傲啊 對啊 因為他是佼佼者嘛 那難道 譬如說你們出去 譬如說我打個比方 你就是那個誰誰的女朋友嘛 你就是那個誰誰誰的女朋友嘛 對啊 或者是報上雜誌 每一次都這樣喔 你們會覺得不舒服嗎 如果是在一起的狀況 然後你們雙方都是工作人物的話 那常被提掉的話 那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詞 你知道會這樣子發生 那如果你還選擇 不行 不會滿意 因為你選擇跟他在一起 你就知道會有這樣子的包袱啊 對不對 所以你那時候有遇過這種情形嗎 我們那時候 我自己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們已經分開了 可是當然發病的時候 還是會有提到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覺得說這個是 當然我不會說我喜歡去講 可是我知道大家都一定會要關心 那就 那是一種壓力嗎 也還好 因為我的個性是蠻樂觀的 我會想各式各樣的方式 整理我自己的情緒 如果有一個麻煩就是說 現在男孩子不敢追你 也還好吧 因為譬如說 他前男友這麼有名 這麼有才華 那他又長那麼漂亮 應該很多人會卻步吧 我覺得還好 因為事情過了蠻久的 而且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還好 而且有自信的男孩子 應該是不會因為這樣的問題 就像你不會 會不敢追Melody嗎 不會啊 因為你很有自信啊 有一點吧 對啊 我有什麼不敢做 對嘛 我什麼事不敢做 你是誰 自己說 我好帥 我才 你不要再喝 我覺得你真的醉耶 講那個不像摩羯是不是 對 這九層塔汁怎麼會醉 你只上一段一個人就算醉了 我跟你講 你們兩個出外面 還需要我們嗎 對 這個還需要我們 我們可以在裡面慢慢玩 像男孩子都會很在乎 女朋友的前男友 你們會很在乎你們 男朋友的前男友 不會 就像我們講 我們的 你們繼續聊 我們的個性是很開朗的 那我覺得 每一個人都會有個過程嘛 每一個人都會有他之前的一些事情 不要去以之前的事情 去評斷一個人的人格 男孩子就很不成熟 比如說 像他 好的 比如說帶著女孩子出門 可能看到這個女的前男友 他會 不會啦 男孩子都會這樣 真的嗎 所以女孩子比較不會 我覺得女生反而是 如果我跟我男友出去 碰到他前女友 我會覺得很 沒什麼 然後反正現在他對的是我好啊 所以我覺得男生也應該說 你現在是女生對你好 那碰到前男友又如何 就跟他嗨就好 因為男生是一種比較 比較簡單的動物 他們會去 會突然間失去他自己的自信 我覺得應該是 但是反過來的 譬如說這個男生現在看到 他的前女友 跟他現任的男朋友在一起 他會比較不高興 那非常不高興 對 痛啊 就是反過來 不是說 不是現任的 應該前任看到的 對不對 但是你是我前任男朋友 我現在跟他在一起 看到我跟他在一起 你應該不開心